欢迎收看本节目 我是婷婷 美国攻击力不足 埃格努体力耗尽 米哈没状态 球迷看好中国女排意大利球迷在网上对奥运四强进行了点评 出人意料的是 他们居然没有力挺埃格努领衔的本国球队 而是更看好中国女排夺冠 网友球迷指出 中国女排目前毫无弱点 美国女排攻击力不足 意大利女排太依赖埃格努 对于较长的赛程 可能前半程就把她体力耗尽了 塞拉和米哈两大主攻不在状态 没有同等水平的替补 及时增补上来 中国女排并非没有弱点 遗传是一个球队的生命线 在当今珠强都在拼命地加强发球的攻击力 破坏对手的遗传到位率 逼迫对手打调整强攻 在这个前提下 任何一个球队的遗传都不是四平八稳的 每场比赛总会有间歇性的起伏 连续遗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时有发生 中国女排也不例外 遗传顶起来了 战术球打出来 是任何一个球队都出头的 中国女排目前遗传体系 在王孟杰和三个主攻朱婷 张长宁 李盈宁 以及龚翔宇五人中 共同完成 不过也不能像过去黄金一带的铁三角周苏虹 张娜和刘亚男一样稳固 这也是中国女排现存的最大隐患 美国女排整体实力比较均衡 各个位置都有攻防篮全面的选手压阵 但是美国女排队员就是因为过于全面 从而失去了应有的特点 边攻位置缺乏一个一锤定音的强力重炮 主攻位置的拉尔森和罗宾逊遗传技术过硬 但是网上高度欠缺 接应德鲁斯也是遗传体系中 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让他去打掉攻 远不及埃格努和博商科维奇的威力大 所以一旦遗传被迫 美国队或许基本就要无攻了 意大利女排却是只有埃格努一个强点 他在该队的位置就是一点工的代表人物 有了埃格努的进攻保障 才是意大利女排竞争四强的最大资本 意大利女排想要打破无缘四强魔咒 光靠埃格努一人可能不会实现 他在奥运会艰苦赛程中 被球迷认为前半程就耗光体力了 根本无力支撑整个奥运赛程 主攻赛拉不但状态低迷 还在赛前受了一点伤 根本无力支撑主攻线 彼得里尼和小波赛D的异传也不够稳定 恐怕意大利女排不会走到最后 塞尔维亚和意大利女排相似 接应博斯科维奇非常强势 在综合能力和大赛经验上 甚至强于埃格努 但是这位世锦赛MVP获得者 似乎也缺少帮手 主攻米哈伊莫维奇曾经也是世界杯 和奥运会的最佳主攻 不过这两年的表现越来越水 过去的一传是短板 现在的进攻也不下球 另外一位首发主攻甚至还不确定 布萨 米伦科维奇和布拉格伊维奇 没有任何艺人可以在攻防两端 给予太多的帮助 不过这只是球迷从近两年的表现 结合纸面实力的一家之言罢了 东京奥运会的比赛远比想象的困难 每个球队的临场发挥最重要 强队过招就是要打蛇打七寸 没有一只球队不存在弱点 不被对手抓住的 同时去抓对手的缺点才能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哦